一开始的时候想就说一下我们公司的是一个CRM的platform 它是由四个founder在1999年的时候成立的 现在它已经服务超过了15万的用户的company 是全球的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的在这20年里面我们已经增长得很快 就是已经成为从一个很小的start到现在一个有着超过5000人的一个employee的公司 然后Salesforce的主要产品线就是有这么一些 我们会有它是一个cloud产品 我们是有很多个cloud的app 比如说Salescloud, Servicecloud, Marketingcloud, Commercecloud 还有其他一些industrycloud, Communitycloud等等这些cloud产品 每一个cloud就是为不同的你可以认为是从marketing到Sales到服务 以及SOHO服务这一群用户提供的一个平台 我所在的是一个marketingcloud平台 也就是为了marketer市场营销人员去给他的用户去发email 发sms或者发coupon 就是你们经常会收到coupon 就是从哪个平台发出来的 也就是从这些marketing平台发出来的 然后我就是负责 我们的产品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 而我自己的产品线是非常specific的 就是当这些比如说像你这些用户发出一个email之后 你会点击啊 你会你会浏览 之后会浏览那个website的页面等等 这些你点击所有这些数据都会返回到这个平台里面 而我的产品线就是专门去展示这些data给用户 而且通过分析这些大量的用户数据来展示一些 比如说什么时候发我们会看所有这些数据 然后发现这个人如果给他周二发 周二的下午四点给他发的话 他打开的机率就非常高 我们会有这样一些有趣的marketing的insight 给返回给用户 这个Insan是我们的一个branding 是一个AI产品的一个branding 其实这个branding可以运用到很多app上面 比如说sells,marketing,service 他们都会有自己一个intelligent feature 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子 就marketing的一个feature 就是optimized send time 就是知道什么时候给用户发email 可以最大化的打最大化这个open的概率 就是他们打开的概率等等 然后像service的话 你们看到的那些比如说你在website的网站 然后你需要收获服务 他们会有一个chatbot 其实那个chatbot也就是人工智能在后面去power 这些chatbot 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打电话给客服 客服了解到你的信息之后 他就会知道你曾经购买过什么 然后你跟他提说我要有这样这样的问题 然后他就说你稍等一下 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屏幕上面已经展示了一堆 解决你这个问题的一堆可能性方案 就是AI就是提供这些可能性方案给他们 所以他们就不用说做一个search等等的一个操作 然后他们就可以提供一个智能的回复给你等等 这些都是AI在后面后台 然后我所在的team是这样一个structure 我们的我们是以 主要是以vertical的product来进行organize的 比如说我有一些同事是做messaging方面的 就是专门去负责管理这个发邮件的一些experience 发 SMS的一些experience 我所在的team就是做这个数据分析 还有人工智能这样 然后这些是我们team做过一些product 比如说刚才提到过的一个三次optimization 他就可以预测未来的24小时 或者未来的7天里面 什么时间给每一个用户发邮件 他会使得open的概率会最高 然后还有一些关于frequency的 比如说这个用户一周收30封邮件 他可能就已经觉得特别多 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取消订阅的可能性 然后我们就是要optimize这个 发多少封邮件给你 你可以就是打开的最多 同时又要保证说 不会使你觉得overwhelming 然后你会unsubscribe from我们的email list 等等这些optimization 还有一个就是predict user 将来的14天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 比如说我像这一群人发email 我要predict他未来的14天 可能打开的概率有多少 然后可能点击的概率有多少 可能购买的概率会有多少 这些prediction 那这些data都从哪来的 就原的应该是根据原 就是source data然后做analysis 然后对source data就是我们给 因为我们的平台也是发邮件 发smf当这些邮件发给你的时候 其实可能你们这个 你们可能不太知道 你的data是怎么会被传回我们的system里面 就当你打开你打开一封email的时候 不就会在gmail里面下载你这封邮件吗 其实下载的同时除了下载这封email的时候 还有一个epixel的小小的方块下载下来 那个就是tracking code 它就可以check到你下载了这个邮件 也就是你打开了这个邮件 你这个邮件里面点击了哪一个方块 它也能check到 所以这些东西你都 所以你在网站上面 你在email上面做任何操作 其实都已经被软件给跟踪了 然后这些data都发到我们这里 然后就知道 June它可能打开了 然后它什么时候打开呢 它剪辑了第几个图片 在email里面 这些全部数据都返回来 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些 研究这些数据来得出这些结论的 就是这些insights 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就是ECO也许有怎么解决 就是这些是 就说你是要用户提前写了一个 所以说我同意所有的东西 还是说这个公司内部 现在要用一个软件 所以也没有这个写 就是这个写一个公司签好之后 然后用过随便 之后什么都可以得到 所以你们在subscribe东西的时候 其实terms and conditions里面已经写了 只是你们从来都不看 你们看那个 就是你们在进网站的时候 人家都说newsletter 然后你可以输入email 然后下面有一行 hyperlink写了terms and conditions 就是你已经 如果你一旦订阅 你已经accept了那个terms and conditions 就是你同意他们去check你的data 所以如果你们比较sensitive 个人的信息数据 你可以每次去subscribe your newsletter的时候 都去看terms and conditions 究竟他拿的是你的什么数据 有时候你们会发现 这就隐身了另一个数据的一个问题 但是你们每次去银行开账户的时候 其实你们的信息默认是发给了银行 以及银行的他的partner的 所以你们有时候会收到一些 莫名其妙的finance industry的一些信息 其实就是因为你已经accept了 那些条件和条件 每年银行都会发email给你说 你是不是同意这样做 如果你不回复那封email的话 你就是默认同意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信息 销售出去 所以美国是非常 美国人是非常注重这个事情的 所以我自己也非常注重 所以我自己会看那些email 然后也会看我究竟是什么数据卖出去 这些对 就还有由于就是这个原因 才会凸现了GDPR这个事情 就是欧洲的一个public data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在欧洲做生意的话 你现在的数据全部是加密的 也就是说你虽然是可以知道 有多少用户打开你的信息 但是是谁打开的话 他必须是要同意 他是开明的 如果他不同意的话 这个数据by default就是加密的 你是不知道谁打开的 完全是名字是加密 你不知道是哪个数据 对应是谁的行为 这样子 这也就是产生了 就是因为这个GDPR在 有这个一个条例的话 就会让这些software 产生了就是不能连到 这个人的 去查到这个人的资料 因为全部数据名字这方面都已经加密了 就是我们做AI产品的一些挑战 特别是做Marketing和Sales这方面的 然后除了那方面就是人工智能那方面之外 我们Tim还做一些 Analytics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会有跟Google Analytics的 partnership 他们可以我们可以显示他们的数据在我们的平台 同时当你打开Email 然后如果那个对方在他们的website里面有了Google Analytics的tracking code的话 你在那个网站上面进行了什么操作 都可以连回到我们的平台上面看到 通过发这封Email引发的后续的 后续的在网站上面的一些操作 都会返回到这个数据到我们的平台上面 可以显示到我们平台 做AI产品嘛 其实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不知道有多少在座的 在座的designer是做AI的产品 但是AI产品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 它有很多design的时候可以给不同的persona design 也就是说用AI产品的人可能是一些拥有着很高技术的人 比如说他们是data scientist 他们所看的UI就跟我们普通人用的UI就很不一样 他们会分析这些model的correlation 然后这些feature的一些importance 怎么样显示在他们的graphics上面 这些都是一些很专业的名字 如果我的UI我们marking的产品也显示这样的数据的话 很多用户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会放弃使用这个产品 因为实在有太多很难懂的名词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的使用人群 我们的使用人群就是一些普通的人 也就是我们要用一些他们能明白的一个language去理解 然后同时AI这个东西 它的操作其实是一个black box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比如刚才那个图 你会问你的你的 你这个Sentime 这个optimize的Sentime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在这个UI里面没有显示 然后很多很多这些product都会像一个black box一样 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它的数据是怎么样计算出来 你也没有办法读懂那个algorithm 你也不知道他究竟拿了数据 然后考虑一些哪些因素来得出这个bestSentime 而且这样的一个东西就会产生了人们对 人们倾向于对他们不熟悉的事物 难理解的事物产生一个不信任性 所以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也要想怎么样去建立这个信任 怎么让他们理解那个UI 而且他们想去用这个产品 然后还有一些AI的产品是完全的自动化 因为他已经计算出这个结果了 那他就会他直接可以自己操作 比如说他知道你一般这个时候 时间回家 然后他就会把温度调到最舒适给你 那这个是完全的自动化 但是完全的自动化 在某一些task来说 你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说你回家的时候 空调已经刚刚好调到72华氏摄速度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舒服 你不会怀疑这个AI 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 就算你觉得他72度调的不对 但是你也可以去修正 你也可以调这个时间 那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些AI的产品 就是由于他的自动性 让用户产生一个非常不放心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 然后你没有得到我的同意 然后就已经去做一个自动化的事情 我就会非常的untrust in UI 所以究竟用户的参与程度有多高 究竟什么时候用automation 这都是做AI产品需要考虑的事情 还有一些用户去 比如说一些处理edge case的事情 edge case比如说 当我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的prediction的时候 我要向用户展示一个怎样的UI 他才可以觉得 而不是产生一个错误的prediction 而是我们要communicate给他们听 我们是不够数据产生这个prediction 所以为什么我们只能显示这样子 这些都是在很多情况下要处理的事情 然后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UI 是一个我们之前三年前做的一个UI 这是一个很旧的一个方式 他其实做的事情跟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他就是要告诉用户 你有多少的概率 就是告诉marketer 你的user有多少的概率会打开邮件 有多少的概率会click邮件 但是他的设计是成这样子 他的设计的原因是 他觉得每一个open 这个可能要 就是远程的同学 你可以在这里 你可以在这里有标记哦 这里是可以有 OK 你的prediction 这里 OK 你选一个 然后之后也可以再进 这个就可以做 你可以做 OK 这是首先把每一个人打开 每一个人打开这个email的概率 分布在这个chart里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 他可能就fall into这四个不同的category 这四个category 绿色的表示他非常可能打开 可能打开 不太可能打开 和不可能打开 四个category 你可能就分布在这四个category里面 然后怎么样知道你这个数字是否健康呢 如果每一个 我们首先是分析了所有数据 然后觉得25% 25% 25% 25%的时候是最平衡的 当你outperforming的时候 就是绿色和橙色这部分大于25% 也就是非常大的概念 你的用户会打开邮件 那么然后这两部分就相对比较小的时候 是最健康的 可是如果 可是如果我们在我没有告诉你之前 你就单看这个图的时候 你能猜到它是这个意思吗 基本上我们在用户调研的时候 没有一个用户能正确的说出来 正确的解释 究竟这个图怎么去阅读 就像我们有 像比如说这有info box 这有icon 当你hover over上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整个解释 就像我刚才解释给你听一样 这个是一个平衡状态 当这个和这个大于25%的时候 表示你的performing非常好 可是他们读完之后 还是不太理解 而且需要用这么大一个篇幅 去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 本身这个设计已经失败了 所以我们做的一个改进是 首先我们有一个baseline 就是让他们知道 怎么去阅读你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当只有这个数字出现 这个predition出现的时候 很多用户都不知道 怎么去阅读 35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其实35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 因为一般来说 数字就大概是25到28 for example 所以当你超出25到28这个范围的时候 你的数字已经非常好了 所以如果没有了这个indicator的话 只有这部分用户就会说 我不理解这个predition 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我们又增加了这个辅助 同时我们也把原来那个很复杂的这个design 把它break down了 就是每成为一个distribution的chart 所以每一个从1%可能性到100%的可能性 我们都显示出来 每一个可能性究竟有多少人 是在这个可能性上面 就是有百分之 比如说这里有百分之25的人 他可能有百分之1的机会去打开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chart来告诉你 我们是怎么样计算这个数字 然后在这方面 我们列举了所有在AI里面使用到的一些feature 是怎么样去计算这个 我们考虑的是上个月你的open的数字 前九十天你们使用的数字 通过这一部分来告诉用户 我们的model是怎么运作 我们都是考虑了这些因素 而得到这个结论 同时你可以看到还有correlation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common的单词 可是因为我不是native speaker 我当时也在struggle correlation是什么意思 其实在我们testing的时候 很多人都知道correlation的意思就是说 正向增长还是反向的增长 也就是说如果是positive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我前上个月的open的数字高的话 我现在的prediction 他们的打开的概率也会高 就是一个正向的 你增长我增长的一个东西 然后negative的意思就是 你越多那结果就越差 所以就是 而且这个就是 还有这些feature的一个紧密度 跟你这个prediction的紧密度 我们就是通过做这些 简化了UI的方式 来告诉用户怎么去阅读 怎么去阅读本来很复杂的一个 偏向于data scientist 才能读懂的UI 变成一个marketer都能读懂的 一个简易版的UI 这就是做AI这方面的一个非常挑战的地方 同时也是非常有趣 因为你要考虑一下 你不能完完全全的把model显示给用户 你要想个方法转换成个 跟你家人跟你奶奶告诉她在 你的产品在干什么的时候 她也能理解你的产品在 你的那个model在那些什么东西 你能复杂的东西